这只猫头鹰连续四年送了老人一千多只老鼠 然而这一切却只是为了报恩 每天清晨,它都会叼来一只老鼠 然后晃晃悠悠地来到主人面前 接着开始投喂模式 见主人迟迟不肯起床 猫头鹰索性直接把新鲜的老鼠送到嘴边 因为担心主人不喜欢自己的礼物 有时它也会叼来蛇和蜥蜴等各种小动物 对于这种情况,老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为这只猫头鹰几乎每天都会给自己送上一份早餐 当老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时 它便已经早早外出捕猎了 猫头鹰嘴里不断发出叽叽咕咕的叫声 似乎在告诉老人自己为它带回了食物 见主人怎么也不肯接受自己的好意 它还一脸委屈地蹲在角落里 原来,这只猫头鹰是老人几年前救助回来了 当时它受了很重的伤 好心的老人便将它带回家中悉心照顾 两个月后,它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 于是老人便将猫头鹰带到了野外准备放生 本以为它不会再回来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清晨 这只猫头鹰居然又跑了回来 之后,老人几次将它带到更远的地方放生 但每次猫头鹰都会准时回家 随后它便开始叼老鼠送给老人 虽然有些尴尬 但或许这是它认为最好的东西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只猫头鹰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宝宝 它会经常出去捕猎新鲜的老鼠来喂养幼崽 因为有了猫头鹰的陪伴 老人的生活也变得不再乏味 它们之间也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就这样日复一日 猫头鹰宝宝也慢慢长大了 但身为母亲的它还是偶尔进行投喂 这样小猫头鹰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当然除了投喂自己的宝宝 它也会定期喂老人刁难老鼠 甚至就连家里的鸟 它也想着照顾一下 这么个庞然大物突然出现在面前 小鸟顿时被吓得不轻 更别说嘴里还刁了只老鼠 见对方不太想接受自己的好意 由于片刻后 猫头鹰还是转身飞走了 然而它并没有选择自己吃掉 而是来到了老人的女儿床边 不知道醒来后的它会不会很感动了 现在两只猫头鹰已经成为了家庭中的成员 它们不仅十分乖巧懂事 同时也为老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万物皆有灵性 据说猫咪也会因为感恩而送给人类礼物 你说收到过哪些动物的礼物 当这位年轻人在俄勒冈山区徒步旅行时 他遇到了一件让他心怀恐惧的事情 在他的路径上 他发现了一只垂死的小熊 因此 他做了任何一位善良的人该做的事情 试图拯救他 之后发生的事情 让每个人都震惊停下了脚步 在公园里帮助任何野生动物都是严格禁止的 可能会导致巨额罚款甚至入狱的威胁 这并没有阻止约翰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约翰是一位热衷徒步旅行的人 大自然是他寻求安宁的地方 在公司环境中工作有其好处 但对他的心理健康并不好 整天坐在电脑后的办公桌上 处理数字 对灵魂来说肯定是有害的 然而 他知道如何给自己充电 在山里进行一次徒步旅行 能够在生活中保持这种平衡 真正推动他取得了如此成功 每个周末 他都会出去大自然中运动身体 提醒自己办公室之外的生活 他的爱好始于他父亲 在他只有13岁时决定带他去露营 那次精力点燃了他对户外活动的激情 徒步旅行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 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否认的安全威胁 而这是约翰很快就要发现的事情 约翰对如何应对山区可能的危险 尤其是掠食者 非常了解 狼和熊未列他的重点 然而 由于约翰经常去公园 他是保护区管理员的联络线 因此 他总是能够获得有关野生动物活动的最新消息 如果有一只熊在森林中惹麻烦 他会被通知并能够远离那个特定区域 到目前为止 这个系统对约翰来说一直很成功 除了那一刻 他看到一只母熊和他的幼崽在远处的牧场中漫游 虽然他措手不及 但距离使他放心 并花了一会儿欣赏这美丽的景象 他清楚地记得小熊跟随在母亲身后 在牧场中嬉戏的情景 他注意到这些可爱的幼崽与人类幼儿相似 他们的动作不稳定 行为淘气 约翰却不知道这种比较有一天会让他做出他从未想过的事情 公园刚刚进入春天 约翰决定重新开始徒步旅行 他的妻子最近刚刚生了个孩子 他一直为新成员忙碌着 就像任何人一样 这是他们家庭的幸福时光 然而 现在有了孩子和约翰压力重重的工作 他感到有必要比以前更多的走出户外 这也是他决定踏上这次旅行的原因 他的小宝贝现在三个月大了 他的妻子一直鼓励他去徒步旅行 他很高兴去他父母家放松 而他则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经过一番劝说 约翰决定听从他的建议 充分利用即将到来的长周末 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规划路线和准备物资 他决定进行为期三天的徒步旅行 计划是将车停在入口处 然后深入公园 露营两个晚上 然后返回 然而 他没有预料到一些意外情况会使他提前结束旅行 星期五早上 约翰亲吻妻子和孩子告别 上路了 天气预报看起来很有希望 这个季节是他最喜欢的时候 公园的春天总是最美好的 在经历了一季的荒凉冬季后 一切都重新焕发生机 空气中弥漫着新的开始的气息 树木重新长出繁茂的绿叶 动物们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四处奔跑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庆祝的时刻 正是约翰需要的 为了与大自然联系 他来到公园 并开始穿戴好装备准备徒步旅行 他轻装上阵 以便灵活移动 当他迈出第一步时 他不禁感到焕发了活力 小静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拥挤 但这对他来说恰恰相反是个问题 他确实喜欢不常走的小路 命运在那一天照顾着他 因为如果约翰没有选择那条特定的路径 他永远不会发现他所发现的事情 约翰徒步旅行了一个小时 就发现了一件彻底改变他所有计划的事情 起初 他不确定那是什么 但越靠近 就越清楚 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是一只黑熊幼崽 他可能还不到一个月大 显得非常小和虚弱 他蜷缩在小镜上 看起来不太好 约翰感到忐忑不安 显然 一个这么小的熊幼崽 躺在露天之中 母熊肯定就在附近 他蹲在逛木丛中观察了几分钟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约翰慢慢站起来 站在附近的一块巨石上 以获取更好的视野 他慢慢环顾四周寻找母熊 但仍然什么也看不到 他真的不想被一只母熊 和他的幼崽夹在中间 那几乎是一个死刑判决 在意识到母熊不在附近后 约翰跑到幼崽身边 近距离看 他的状况比他意识到的还要糟糕 他的嘴唇发青 眼睛翻白 显然 他不只是在打盹 约翰把手放在幼崽的鼻子附近 试图确定他是否在呼吸 这时 他感到微弱的气息 这只小熊显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约翰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能把小熊留在那里等死 但他也知道 如果自己参与其中 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甚至入狱的风险 那绝对是不可行的 然而 当他低头看着地面时 他不禁注意到小熊 与他家里的小宝贝之间的相似之处 他下定决心 无论后果如何 他都要做些什么 他像抱婴儿一样轻轻抱起幼崽 然后远路返回小近 他知道他需要给幼崽寻求医疗救助 而且时间确实不多了 幼崽的小身体对他抱起 他毫无反应告诉约翰时间 确实紧迫 他尽快地徒步快速返回车辆 一边不断回头确保母熊没有要袭击 他成功地回到了车辆旁 但当他检查幼崽的脉搏时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在最后的十分钟里 幼崽停止了呼吸 约翰几乎无法吞咽口水 他怀抱中的幼崽从技术上讲已经死了 现在他该怎么办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他能做的事 他给小幼崽做了人工呼吸 就像他为自己的孩子所学的那样 祈祷他会起作用 他坚持了整整三分钟 幸运的是 幼崽又开始呼吸了 约翰非常激动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浪费更多时间 他把小熊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夹克上 跳进驾驶座 驶向最近的兽医诊所 幸运的是 距离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当他带着小熊走进诊所时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僵住了 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眼睁睁地看到的一切 医生们很快清醒过来 跑过来帮忙 约翰解释了情况 兽医带着小熊跑进手术室 在那里 他设法稳定了这只可怜的小熊 后来发生的事情将让您大为惊讶 当地的野生动物管理机构设法康复了小熊 甚至将其送回了母亲身边 原来 这只幼崽从悬崖上摔下来 受了严重的头部伤害 母熊自那时起 一直焦急地四处寻找它 公园管理机构听说有一只熊表现异常 当他们得知 有一只受伤的幼崽时 他们简单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如今 那只小熊安全地与母熊一起生活在 本该属于它的地方 这都归功于约翰的慷慨和善良的心 多么美丽的故事 无论后果如何 您会像约翰一样 帮助这只小熊吗 老虎是危险 凶猛和领地意识强的动物 但当一只母老虎和它的幼崽需要帮助时 一位善良的猎人挺身而出 但这只母老虎回报它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亚压利克斯是一位有经验的猎人 他在泰国生活了很多年 自从他还是个小男孩就搬到那里 他热爱这个美丽的国家 喜欢探索他骄傲的热带雨林 那里有太多值得一看和做的事情 野生动物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 亚利克斯有幸追踪和猎杀了许多动物 他当然不是为了娱乐而这样做 他狩猎是为了保护当地村庄和其他动物 这是他擅长的事情 这也给了他机会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中 遇到一些最狂野 最稀有和最特别的动物 他最近的任务是保护一个偏远的村庄 他位于热带雨林的边缘 当地人报告说一只母老虎不断从森林中出来 越来越靠近他们的家寻找食物 显然 这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所以必须处理母老虎 亚历克斯知道老虎有多危险 如果报告属实 而且老虎的伴侣也跟着出来 那将更加危险 他必须小心行事 到达村庄后 亚历克斯安顿下来 见到了当地人 他们迷信 并给他一些咒语 供他进入雨林保护自己 亚历克斯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这些事情 但他感激地接受了他们 并出发试图找到那只母老虎 最初的几天用来追踪母老虎和他的幼崽 了解他们的日程安排 他们生活在哪里 他们做什么等等 但亚历克斯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这些动物 他们在进入森林仅几百米的地方 进入了一个小的开阔空地 亚历克斯远离足够远的地方 搭起了一个小型营地 以便观察他们 当他观察时 他看到小老虎在奔跑和嬉戏 他们很可爱 但他也知道他们有多危险 所以他保持了距离 亚历克斯注意到的一件事是 这些动物有多瘦 他们好像很久没有好好吃饱了 亚历克斯皱起眉头 仔细地透过望远镜观察 他可以看到他们的皮毛下面的肋骨 这是动物饥饿的迹象 难怪他们一直冒险去村庄寻找食物 亚历克斯迅速思考 打开背包 拿出自己的食物 他有足够的食物 可以吃几天 但他不能让老虎和他的幼崽 看起来那么饥饿 所以他尽可能靠近动物 轻轻地把食物放在地上 数量虽然不多 但足够小老虎和母老虎 想用这些迫切需要的零食 闻到食物的气味 他们的眼睛落在亚历克斯身上 母老虎站起来慢慢 小心地走过来 但亚历克斯缓慢而镇定地退后 尊重母老虎和他的空间 当食物到达时 母老虎和他的幼崽 迅速吃光了所有食物 这显然是一个受欢迎的餐点 母老虎从地板上的碎屑中抬起头 对着亚历克斯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回到空地上 亚历克斯觉得这很奇怪 他确信老虎可能会开始跟着他 他将不得不迅速撤离到村庄 但那并没有发生 这确实是不寻常的 尽管如此 亚历克斯很高兴母老虎和他的幼崽 已经吃饱了 他回到村庄寻找更多的食物 然而 下一次 他带回更多的食物来热带雨林 他再次尽可能靠近老虎 并观察他和他的孩子狼吞虎咽的吃饭 这真是一幅特别的景象 他感觉很好 因为他给了他们他们非常需要的食物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 每隔一两天 亚历克斯都会给动物带一些食物 他们到达后会立刻将其吃光 好像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亚历克斯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 他给他们带来了食物 尽管如此 亚历克斯仍然保持着安全距离 他仍然非常清楚老虎的危险 他们如果想的话可以轻易地杀死一个人 但有一件事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回来 他看到母老虎和他的幼崽 变得越来越强壮和健康 在光滑的皮毛下面 他甚至看不到他们的肋骨 但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可能意味着 亚历克斯生命结束的事情 他给他们带来了一只村民 在前一天捕捉到的小鹿 并像往常一样放在洞口附近 但今天有点不同 母老虎显得非常紧张 小老虎在他身边 没有像往常那样玩耍和奔跑 亚历克斯退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观察 他们都对食物不感兴趣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一声离得很近的声音 这是附近的一个村庄 母老虎正把他拖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当他把亚历克斯拖进村庄广场时 两只小老虎高兴地跟在亚历克斯身边 村民们都退后跑回家 虽然母老虎不理睬他们 他为亚历克斯的安全感到高兴 他松开了它 再次绣了绣它的脚踝 亚历克斯身上的所有恐惧突然消失了 他微笑着 母老虎救了他的命 他把他带到这里寻求帮助 亚历克斯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 他和他的孩子们回到了森林 是的 老虎可能是危险 凶猛和领地意识强的动物 但老虎以最特别的方式回报了他的善良 他将永远不会忘记 最重要的是 从那时起 村民们将在热带雨林边缘放置食物 以便老虎在食物匮乏时能够得到补充 他们见证了母老虎的魔力 希望在和平而幸福的状态下帮助他们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